中国三农报道采访多位专家表示 总书记在海南的重要讲话 体现了党中央对粮食安全和种业振兴的高度重视 也极大的鼓舞了奋斗在粮食生产和育种一线的 广大科研人员和工作者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璐祥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 才能端稳中国饭碗 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攥紧两个字意义深远 总是就说到了攥紧中国种子 这个攥紧两个字呢 我觉得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在煮粮的这个口粮的这方面 一定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主动权 要保证我们绝对的安全 那么同时呢 攥紧中国种子 说明呢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品种上面 可能还要有一些要努力 比如说我们的玉米 我们的这个大豆的进口量 这两样比较多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一方面是国内的种子是有 但是我们进口的粮食量在增加 说明我们的种子的科技的 这样一个提升的空间呢 还有很多 还需要有追赶的地方 刘璐祥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也为广大科研人员 未来更好的开展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 启会到党中央呢 对于推进种业领域的 这样一个重大科技公关 特别是一些创新平台的建设 应该是有非常这个坚强的信心 也启现出了党中央对于 生物育种这样一个方面高度的重视 总书记提到了要弘扬 像那个袁仁平老一辈 这科学家精神的 而且十年磨一件 我想这个就启现了 总书记也对种子创新 它的这个难度 它的这个长期性 指明了这样一个 创新的这样一个兼具性 所以说呢 要长期不懈的 在这个问题上去努力 去发力 然后确保我们的 国家的整体的 这样的粮食安全 也就是国家的整体安全 专家介绍 海南省是我国重要的 农作物种子科研育种基地 南凡科研育种基地 是宝贵的农业科研平台 在夹带繁育 鉴定筛选 基因功能研究等方面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作为 种子的科研工作者 特别开心 觉得国家特别重视 像海囊 是天然的温室 是我们做种子研究 冬季囊房的 不苦或缺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冬季 特别适合我们 搞作物种子研究 因为在北方嘛 冬季温度低 就种子也不能 基本不能生产了 冬季正好利用海南 那个阳光充足 温度相对比较高 特别适合作物的生长 那么就可以增加一季 就是北方一季 海南一季 所以就可以加快 我们的育种速度 提高育种效率 我国是人口大国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种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 黄长龄认为 未来需要继续做好三方面努力 第一还是要加强对这些粮食作物的科技公关 比如说这些粮食作物的品种的 它的种源的创新 以及相应的这个品种的比较单产水平 它的抗力性 抗病性啊 耐旱啊 这些理论研究要加强 第二呢 要加强对这预出这品种 它前期的资源材料的创新 要加强公关 第三呢 国家呢 应该要增加这方面的投资 增加这方面的科研投入 我是讲种子这方面 可能还要强调耕地 提高耕地的质量 只有这两者结合起来 才能大幅度提高 我们国家的这农作物的 单位面积的产量 提高种产 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